早评 护纸高开0.02% 军工 养殖板块领涨 网易财经12月29日训 A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 护纸高开0.02% 深城指低开0.07% 创业板指低开0.07% 盘面上 军工 养殖 酒店菜银等板块涨幅居前 总业 中药 航空股 保险股上涨 美国航空 东方航空涨超1% 个别房企出险后 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已积极采取措施 稳妥有序化解风险 满足居民和房地产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 市场预计正在逐步改善 12月28日晚 卢州老教教类销售有限公司的一份 关于调整百年卢州老教教0960年价格体系的通知流出 记者从经销商处确认 涨价消息属实 2月28日晚间 中国船博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中传科技 和中国动力分别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香财证券指出 对于市场大事的研判 我们的观点很明确 没有系统性风险 市场性质没有变化 那么整体多头的氛围没有变化 而对于市场内部机会的理解 我们更侧重结构性行情 也就是在一定周期内局部板块带来的机会 而不是指数整体集中性大涨带来的机会 而从持股和配置的行业特征上看 外资当前绝对仓位 仍然集中在消费类股票 家用电器 休闲服务和食品饮料等偏消费类的行业 仍然是外资持股中绝对占比最高的板块 但从局势上看 外资对于中国制造业的配置迅速提升 今年北向资金中有过半竞买入都流向中油制造业 电器设备板块中 宁德时代从2020年末的第九大外资重仓股 跃升为第二大重仓股 北向资金中有过半竞买入都流向内